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們家裡有人生病 他也不顧他家裡的人 他跑出來在那邊耀武揚威 這護照的議題是這樣 我們提公爵嘛 因為在阿扁時代的時候 他改護照其實他並沒有 並沒有這麼樣充分的討論 但是後來大家發現是對的嘛 這也影響到國人之後出國的優良紀錄 也影響到後面使用晶片等等的好處 甚至免簽啊 那我想台灣應該至少有一趴的人 一趴應該有吧 一趴想要把護照封面換成台灣吧 113席裡面有一席立法委員 想要把護照換成純台灣 並不是一個過於低估的數字 那我們提出的方案也不是全面性的 他是一個參考加拿大英語法語區 他會有不同的護照封面 講述著同一個國家 但是用不同的文字嘛 所以如果大家認為我們是中華民國台灣的話 那何不出一個中華民國一個台灣 讓大家自己去選 我們尊重不同國族認同的 但是我們在同一片土地 這是這次提出公決案的核心思考 那事實上民進黨也有提出其他的方案 那這民主就是需要經過討論 我想這沒有問題 那是兩份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對對對 這是我們提出的公決部分 那你能否擔心如果真的用台灣的東西 的話 在國民上面有沒有收到那個形式條件的方便 這個 這個 我覺得台灣有可能會比中華民國方便 那當然我們要這個公決嘛 所以請行政院參考看看 然後跟他聊一下 所以 如果有其他的限制或障礙 是我們 民眾不了解的 可以趁這個機會 講解給大家聽聽看 我們要問一下WHO的 因為現在的那個議題 然後他疫情要那個新WHO 應該說那種台灣被世界看見 那你會覺得說未來的WHO應該要 會應該讓我們去參加嗎 未來的記憶 WHO 你問我 我當然覺得應該要參加啦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因為他畢竟是國際組織嘛 所以 包含當時疫情爆發的詳細資訊日程 那爆發地點跟民眾這些資訊 如果我們不是在裡面的話 其實申請上都會相對困難 但是實際上 我們都知道台灣這一次 不管在防疫的表現 或是在公衛專業的表現 都應該要成為世界的議員啦 所以把我們排除在外 反而 我想WHO裡面自己也會覺得怪怪的啦 所以我們當然主張要參加 但是 觀察過去的例子 不管被稱為 中華台北啊 台灣中國的一省啊 或是台北極其周邊地區 這些事情是不是大家現在可以接受的 我想這是可以討論的部分 原則是台灣在這個 一中原則下 會在各個國際組織遇到的困境 就是你在所有外交跟主權相關的議題的時候 所有全世界的國家都必須要在 中國跟中華民國二選一啊 所以當中國在裡面的國際組織 中華民國就只能相對矮化 或者用其他名稱去參加 這個是現況 所以 拒絕一中原則 拒絕九二公司是台灣走向國際的第一步 也是每一個國民應該內建的基本心態 沒有啦 那你得先跟我們講要花在哪裡嘛 有人說是商標權 那其實因為中華民國的空軍成立了 比共產黨還要早 所以我們有China Air Line 其實這個名字他們很想要嘛 很想要賣他們啊 就就就就就 對啊 如果大家在意的是那個 換名字會要花很多錢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哪裡來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有些中共上個月在金門 中華民國的約束 那會不會主要在訪疫期下 還在展示比亞生高達的衝突太無聊 這就是中共啊 這就是中共家裡失火 然後在外面製造髒亂啊 家裡在疫情爆發 然後在外面一天到晚製造衝突啊 當時包含這個 你知道我們作為鄰居 應該是比如說我們家鄉林嘛 然後他有一棵樹在中間 然後我們說你葉子可不可以清一清回去 那不是他每天從家裡丟垃圾來我們家 然後又一天到晚 連我自己要改名也不行 莫名其妙哪有這種鄰居 然後現在他們家裡有人生病 他也不顧他家裡的人 他跑出來那邊藥無揚威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中國的狀況就是 製造區域的這個問題 然後製造國際的紛爭 我覺得沒必要啦 不過這個就是中共 這就是中共 他試圖用這個軍事 或者是其他議題來 試圖掩蓋他的疫情 這不是早就知道了嗎 其實觀察李文亮醫師的事件就知道 他一個人他也可以滿 十個人可以滿 那現在十萬百萬人的事情 那當然可以滿 對他來講就是他冰金玉解的名聲比較重要 他是科技大國 他是世界中國夢 那2025是這個地球霸權的這一件事情 不能夠被外國人看清 歷經這一百年清朝以來 百年國齒八國聯軍之後 中共一直希望全世界不能夠忽視他的存在 所以就是隱惡洋善的這種性格 反而就造成了一個說謊扭曲的性格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啦 他其實是有機會做亞洲的一個比較正常的大國 那現在我想在疫情之後 大家對他們的這個感受都越來越不好 問一下怎麼看下一個現象 現在包括像林書豪 你只要看到這個疫情 好像都被科技的網友出徵 那你怎麼看這樣情況 我想林書豪的狀況是他不了解中國的政治環境 他的他的 我觀察他的言論 我本身也是體育迷嘛 他走的是一個所謂全球大愛地球村 然後這個一個虔誠的教徒講的信仰 就是要神愛世人那種感覺 可是當這個世界上有一定的惡人 而且他是在出征別人 其實我們說林書豪被出征 實際上是中國這十年來不斷的在出征各個國家的 不管新聞議題 包含最近泰國 東南亞奶茶聯盟 這些事情都是中國先出征人家而造成的反噬 我們並沒有人是一出征下來就討厭中國的 我們小學的時候 甚至是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是我們在長大的過程才發現說 原來被稱為中國人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林書豪他的這個發言是他不了解 我認為是不了解中國的政治環境 他可能在他那邊體育工作 包含藝人可能在那邊演藝環境工作 當他知道中國的這個富裕是透過謊言 跟這個政治手段 當他知道他的這個霸權是來自於低廉的勞工 或者是不平等的貿易環境 甚至是跟美國的這個不平等貿易等等 那我想他們這樣子的言論可能在 他們這樣子的言論可能就會相對少一點 你怎麼看這幾千負民事態 是因為大家在想中華的表現 這個的確是應該要讚 不過我覺得相較於國際之間的環境 其實我們台灣人應該要覺得幸福 那包含新加坡 包含這個其他歐美世界強國 他們在在發口罩的數量 防疫的措施上 他們國內都還有很多覺得可以加強的地方 可是台灣現在已經在討論 我們是拿不拿得到粉紅色這件事情 所以說其實我們已經相對大家來得好 也希望大家給政府多一點監督 但是也多一點鼓勵 應該的啦 這次是真的蠻厲害的 我覺得就落實吧 如果是判無情的 其實法官他就是要照法條判 那如果法條大家覺得不適合就應該要改 法官不能逾越直選 比如說法條7年以下 你要給他判20年30年 那是不可能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落實吧 讓無期真的是無期 我想才有辦法進一步討論其他的這個判情 其他的觸發方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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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